俄国防部发言人克纳申科夫二世称 俄罗斯防长邵义古已向俄总统普京报告 马里乌布尔亚素钢铁厂已完全被解放 俄军完全控制了该场 今天最后一批位于亚素钢铁厂内的武装人员 共531人投降 自5月16日以来 共有2439名乌克兰武装人员投降 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义古已向俄总统普京 报告了完全控制亚素钢铁厂 以及马里乌布尔市的行动的情况 当地时间5月20日 亚素营政府指挥官均已走出亚素钢铁厂投降 国防部还公布了最后一批亚素营成员 从亚素钢铁厂撤出的视频 俄星社报道称 视频显示部分亚素营成员被要求举起手 所有撤出的人员还向俄军交出了随身物品 并接受俄军检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